第189集 张叶在蟒蛇城闭关的时候 先是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慢慢地将心灵与身体上的伤势治疗好 然后就全力地参悟一刀与一拳的奥妙 在参悟的时候 张叶的精神力量在慢慢地提升 刀法在慢慢地提升 修为也在一天天地提升 最终在两个月之后 张叶一身真气积蓄到了极点 水到渠成地进入到了五道第九重 四殿主微微地点头说道 嗯 你的修为进入到五道第九重 一身真气精纯而庞大 但要想将本身的力量完美地发挥出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才行 你现在的对手 无论是魏惊天 还是徐离龙 都早已进入到了五道第九重 他们不但能够完美地掌控自己的力量 而且还修炼有极品的战技 你刚刚进入到五道第九重 与他们的对战 只怕胜算不大 现在你与采盈 印章一下 让我看看你的战斗力 再给你一点指点 张叶看了方采盈一眼 苦笑着说道 这个就不用了吧 我感觉到 自己能够完全地掌控自己的力量了 张叶这话 乃是大实话 他早早地就领悟到了精神力量的奥妙 修炼出了精神力量 而他的肉体力量又是异常的强大 因此张叶早已适应了五到九重的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将自己的力量释放出来 丝毫不会有色质 只是四殿主根本就不相信 他朝着方采营微微以挥手 方采营明白四殿主的意思 他笑嘻嘻地说道 张师弟我们就印证一下吧 我也想瞧一下你的刀法 进不到了什么地步呢 张叶刚刚进入到真殿的时候 修为不过是五到四重 短短的几年时间不见 张叶竟然将修为提升到了五到九重 这让方采营震惊之余 又感觉到了一丝不服气 即使四殿主不提起 他也会找张叶切磋一下的 此时四殿主命他试一下张叶的实力 这种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 见到方采营跃跃欲试的样子 张叶知道这一战不可避免 当下也不再多说 说道 七师姐 请 方采营微微点头 说道 我修炼的战技是一套执法 这套执法名叫神意三执 这一套神意三执包括三招 分别是随心意执 随意意执和随神意执 随心意执的威力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要施展出来的 乃是随意意执 说话间 方采营一根手指轻轻点出 方采营这一指很随意 就像是天上的浮云 被风轻轻地吹动 随意地飞着 随意地变换着 又像是小溪里的溪水 随意地流淌着 随意地改变着自己的形状 从抬手到处置 再到点出 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意 但随意之中 却又隐隐地与天地融为一体 如果张叶被这一指点中 那么他整个人 都要像浮云一般散开 又或像溪水一般飞溅出去 方采营春葱一般白嫩的手指 眼看就要来到张叶的面前 张叶开始动了 他的一只手画掌为刀 斩了出去 张叶在半截刀尖之中 目睹了那场惊天一战之后 张叶对万里之外 破云而至的一刀 印象特别地深刻 凭着强横的悟性 张叶在十个月的时间里 终于创造出了一剂新的刀法 这一剂新刀法 张叶命名为破云一刀 取的是万里之外破云斩敌之意 张叶这一刀斩出 一直在石头上半闭着眼睛的四殿主 斗然睁大了眼睛 他感觉到张叶的这一刀 犹如是云层里面 突然射出来的阳光 突然地出现 而又无所不在 带着一种旋直又旋的意境 以四殿主的眼力 一时之间 竟然也无法看透张叶这一刀的奥妙 更无法平顶张叶这一刀的品级 这让他心里为之惊异不喜 方采盈的手指向风又向云 如水又如雾 让人捉摸不定 但就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指法 张叶的破云一刀 居然能够牢牢地锁定 方采盈感觉到 自己无论如何的变化 都无法绕开张叶的一刀 既然无法绕开 那就硬拼好了 我就不相信张师弟的真气 比我的还要深厚和精纯 方采盈的目光微微一闪 缥缈的手指微微一凝 正好点到了张叶的手刀之上 砰 方采盈只感觉到一阵精纯雄厚的真气 从张叶的手掌之上传过来 以他的五道九重修为 竟然都无法完全将真气化解 只感觉到手指一震 整个人都退了两三步 方采站稳 你不是刚刚进击到五道九重吗 真气怎么如此的精准和雄厚啊 方采盈像是看怪物一般的打量着张叶 刚才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击 但方采盈却是处于全面的下风 她不但在战绩上无法压倒张叶 就是真气上也无法压倒张叶 这让方采盈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再来 方采盈镇静过后 心里邓石就不服气了 她全力地施展出了神异三指 朝着张叶发起了进攻 方采盈的神异三指 犹如清拳过时 犹如白云出幼 朝着张叶一次次地发起了攻击 但让她感觉到吃惊的是 张叶重重复复 一是破云一刀 竟然将她全力发出的攻击 一一地挡了下来 无论她如何的变招 都无法奈何得了张叶 四殿主这时候 眼睛早已瞪得老大 她又惊又喜地 看着张叶的招式 喃喃地说道 张叶的这一招刀法 虽然隐隐间 蕴含着无穷奥妙 但看起来 却是有着几分的声色 难道这一招 是她自创而来的 不对啊 她怎么可能自创出 如此的刀法来呢 这刀法的威力 虽然还不是很大 但意境与奥妙之处 远远地超出了极品战绩 以张叶的修为 怎么可能自创出 如此的刀法来呢 又看了一阵 寺殿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寸道 张叶的实力 还在我的意料之外啊 看来彩银 是无法试出 她的真正实力了 张叶的刀法霸道 很奥妙 不如让雄力 来试一下 她的真实实力吧 见到张叶的刀法 异常地霸道奥妙 就连寺殿主 都对张叶 生出了极大的兴趣 很想看一看 张叶的真正实力 到底如何 寺殿主看了一眼战斗 说道 彩银 你不是张叶的对手 先退下来吧 方彩银无奈地点了点头 抽身退了下来 她与张叶看似打得难解难分 但她的心里明白 这种难解难分的局面 是张叶一直防守造成的 如果张叶发动反击的话 那么她很可能要败在张叶的帐下 彩银到了三丈之外 方彩银忍不住说道 张师弟 你刚才施展出来的刀法 叫什么名字呀 是属于何种品级的战绩啊 张叶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一招刀法 乃是小弟自创而来的 小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破云一刀 至于刀法 属于何种品级 小弟就不知道了 自创刀法 方彩银失声叫出声来 说道 真是你自创的 张叶肯定地点了点头 方彩银苦笑说道 想不到你竟然能够自创出 这种奥妙无穷的刀法 看来呀 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可以与杨国元 何连碧碧 林空云和楚平祥 相提并论的天才 师姐这一战 败得不远哪 张叶刚咳一声 说道 嗯 这个 我们只是站了一个平手而已 方彩银杏银一针 白白手说道 你刚才一直都在防守 连一次反击都没有 还有啊 你反反复复 只用破云一刀 这一招 肯定还有什么本事 没有拿出来呢 不要以为师姐天资低 就看不出来了 张叶无语 突然 一个粗大的声音 在远方响了起来 哈哈哈哈 师父 你叫我熊里来 可有什么事啊 随着声音 张叶就感觉到地面 腾腾地颤动了起来 只是过了一小会儿 一个高高大大 满脸胡子的大汉 带着一种可怕的气势 走了过来 就像是一头 来自远古蛮荒的蛮兽 见到了来人 张叶行了一礼 说道 见过熊丽六师兄 原来 这一条大汉 正是四殿中门下 排行第六的熊丽 熊丽身上有着一丝 远古熊族的血脉 整个人长得 就像是一头熊 而他的气势与力量 也像是熊一般 让人一眼看去 就无法忘记 熊丽大步而来 见到了张叶 大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小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让我看看你的修为 有没有进步啊 熊丽打量着张叶 一对熊眼突然瞪得老大 他不敢置信地 指着张叶说道 八师弟 你竟然修炼到了五到九重 你是怎么修炼的 张叶干咳了一声 刚想说上几句 旁边的四殿中 突然出声了 熊丽 各人有各人的机缘 你不用理会张叶是如何修炼到五到九重的 我将你叫来 是想让你与张叶印证一下 现在你们开始动手吧 印证印证 我最喜欢了 熊丽天性好战 听到四殿主让他与张叶战斗 他的目光 顿时冒出了浓浓的战意 一股强大之极的气势 顿时从他的身上涌出 牢牢地锁定住了张叶 熊丽有着远古熊族的血脉 这一丝的血脉虽然很稀薄 但却也能够发出一点点远古熊族的气势 熊丽的气势虽然远远无法与远古熊族相比 但对于一般舞者来说 已经是异常的厉害了 即使实力达到了五到九中巅峰的高手 在气势之上 也无法与熊丽匹敌 熊丽修炼的时间远比方采盈长 而他的实力也比方采盈强大得多 数年之前 熊丽仅仅用了一丝气势 就将张叶压得陷入地下 现在他全力展开起始 生势比起数年之前 可怕了数十倍 张叶只感觉到身子周围的空气 突然间变得重了 像是大山一般的重 不愧是身怀远古熊族血脉的人 实力比五到九中巅的高手都要强大 张叶估计出熊丽的实力 心里暗暗地一惊 熊丽身上冒出了条条的青筋 整个人游出一只巨大的熊 他粗大的双脚急速地踏出树部 瞬间越过了十多丈的距离 一只粗大的手掌 画成了一只大爪朝着张叶抓过来 上古熊族战斗的时候 看上去略带一丝笨拙 以力量和力兆战胜敌人 熊丽这一抓 犹如一头捕鱼的老熊 看上去有一些笨拙 但速度与力量却是可怕到了极点 张叶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水里的鱼儿 想动一下都难 好 张叶大喝了一声 左掌直直地斩出一刀 破云一刀 张叶的左掌与熊丽的手掌交叉 巨大的力量震得方圆数十丈的地面 都寸寸军裂 方采营里两人只有三丈多远 两人的五爪与掌刀相碰的一刹那 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隔空而来 饶使他修飞高深 也不禁地退了两步 心里忍不住叫了一声怪物 熊丽被张叶斩得退了一步 而张叶也退了一步 这一次的硬拼 两人竟然打了一个平手 哈哈哈哈 好 熊丽感觉到张叶的真气异常的精准 竟然与他的力量硬拼而不落下方 忍不住叫了一声好 巨大的身躯如同山一般的压过去 对张叶发动了狂风咒语一般的攻击 熊丽力量强横无比 他的攻击也是以力制胜 权力出手之下 方圆百丈之内 简直是天崩地裂 如果是普通的五到九重高手 面对这种可怕的攻击 只怕是连应接一下都不敢 只能是边战边退 躲避风头 但张叶本身就是修炼炼体之术起家的 他的力量已经强横到了自己都看不清楚的地步 因此 熊丽的力量再可怕 张叶却也是不退一步 他连招式都不用 就那么凭着一身肉身力量 与熊丽展开了硬拼 横横糍 张叶与熊丽就像是两头远古怪兽 一记又一记地硬碰着 两人拳掌之间发出来的气劲 将一层层的地皮刮得飞起 直直地飞上了半空之中 在空中形成了一层茫茫的泥雨 连太阳都被挡住了 而两人的脚下 大片大片的土地 竟然被两人踩得 蜘蛛网一般裂开 就连地下深处的水 都被两人踩得飞溅而出 形成了一道道 手臂粗细的喷泉 方采盈身形一退再退 一直退到了五十多丈之外 才站定了身子 他看着战斗中的张晏 忍不住倒抽了几口冷气 刚才他与张晏对战的时候 虽然知道张晏没有用尽全力 但他却也没有想到 张晏的实力竟然是如此的可怕 张晏的刀法精湛也就罢了 连一身的力量 竟然也不在雄力之下 举手投足之间 就有着数十万斤的大力 实在是太让方采盈震撼了 四殿主看着战斗 越是看 心里就越是欢喜 雄力修炼的是炼体之术 最为擅长战斗 实力比起五到九中 中期的高手都要强悍 张晏刚刚进入到五到九中 竟然就能够与雄力打得不相上下 这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又看了一阵 四殿主忽然地发现 雄力已经在一次次的硬碰之中 变得气喘吁吁 而张晏与雄力硬碰了这么久 虽然也有些气喘 但却没有雄力那么吃力 也就是说张晏与雄力对战 竟然还保留有余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